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英语,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又以达尔文,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早期因为地质学研究而著名,而后又提出科学证据,证明所有生物物种是由少数共同祖先,经过长时间的自然选择过程后演化而成。 到了1930年代,达尔文的理论成为对演化机制的主要诠释,并成为现代演化思想的基础,在科学上可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一致且合理的解释,视线兼生物学的基石。 达尔文有12岁时,始于1871年,在海丁堡大学研读理学期间,达尔文对自然史逐渐产生兴趣,而他后来又到建桥大学学习神学。 达尔文在参与贝格尔号的五年航行后,成为一位地质学家,他进行观察并提出理论来支持查理斯兰尔的军变思想。 回应过后所出版的《贝格尔号航行之旅》,使其成为著名作家,由于在航行期间对所建生物与化石的地理分布感到困惑,达尔文开始对物种转变进行研究,并且在1838年的出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 由于这类思想在当时分析为一堆,因此达尔文刚开始只对星星的彭仲,透露这些想法,并持续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应不可能遭遇的反对。 到了1858年,华莱士寄给他一篇《含有相似理论》的论文,促使达尔文决定与其共同发表这项理论。 1859年出版的《五种起源》,是起源于共同祖先的演化,成为对自然界多样性的一项重要科学解释。 之后,达尔文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以及人类由来与性宅中,产制人类的演化与性选择的作用。 他也针对植物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书籍。 在最后一本著作中,达尔文讨论了蚯蚓对土壤的影响,为了表彰他杰出成就,达尔文死后安葬于牛顿与约翰赫歇尔的木棠,地点就在英国伦敦的西敏寺,家世和童年,七岁的叫达尔文。 其教名采用了活父查尔兹的名字,钟铭来自父亲,家人显然希望他继承家族的职业。 生下他时,母亲苏莎娜已有44岁,父亲罗伯特·达尔文是当地享有名气的医生。 在达尔文出世时,已约有四个孩子,女儿玛丽安妮,卡罗里,伊丽莎白,大儿子伊拉斯摩尔文。 罗伯特原本准备给苏莎娜做流产手术放弃这个孩子,怕妻子经受不体这才作罢。 祖父伊拉斯摩·达尔文是英国医学界权威,曾写有生命学、植物学等著作。 伊拉斯摩认为有机体内有让生物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内在力量,并推测生命起源于海洋,对日后的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祖父乔赛亚维奇伍德是攻坚革命时代美术瓷器的创始者,与老伊拉斯摩是好朋友。 达尔文在圣夹德圣公会教堂受了洗礼,当时英国与法国人处于战争状态。 罗伯特私底下虽然是个自由思想者,但也不甘过于招扬。 星期月的时候,苏珊娜患然叫家庭传统大孩子,去一神教小教堂做礼拜,她还同圣里的宗教领袖,请乔治凯斯来此步道。 凯斯在当地建立了一所私立学校,查尔斯最早在家中接受教育,由姐姐卡罗林管教。 她常常与小他十五个月的妹妹凯瑟林争宠,希望受到关注,而卡罗林往往是引力的。 独自引人时,她常常留恋于父亲的图书馆,却终于观察周围的洞植物,有时也却河边却掉。 八岁生日后不久,苏珊娜送她去凯斯所办的学校上学,学校里的许多同学都比她大。 她常常编故事,比如说自己能够改变花朵的颜色。 七月,苏珊娜的肿瘤发染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查尔斯却不备货准去看她。 直到七月十五日,她离开人世,苏珊娜死后查尔斯的几个姐妹击管了家中事务,而罗宝特出诊回来后更是对庄园实行严厉的统治。 1818年9月,查尔斯和哥哥伊拉斯罗进入了什鲁斯伯里学校,在里的校长戴妙尔巴克勒在当地名貌扑高。 古典文化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查尔斯厌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但还是能够应付那些紫禁应备的学习。 最悄愁,查尔比亚和米尔顿的作品,也很是欣赏。 快毕业时,查尔斯寿哥哥迎向米上了化学,阅读了威廉亨利的《化学问答》等化学书籍,他们在自家花园里做化学实验。 同学们还给达尔文取了哥瓦斯的绰号,15岁的达尔文爱上了寿命,常常参与为期五的家的设计活动,罗宝特终于无法忍受。 于1825年,让达尔文提前离开学校,他为儿子安排了未来,让他成为一名医生。 大学生涯第一个暑假里,他与朋友一起徒步游览了威尔士山痴,开始在日记里记录下对当地鸟类的观察。 达尔的时候,他报了查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当时的自然史教授是罗伯特·詹姆森,他在地质学方面坚持水城论。 达尔文当时增下决心,不再赌一本的字方面的书,达尔文申请加入普林尼学会,该会会长之一威廉·布朗学奇介绍人,第二个星期与威廉和里格一起正式入会。 布朗和格里格等人不但抱激进的科学主义和反教权主义观点,还认为低等动物与人类的大脑官能并无反正区别。 12月5日,达尔文进入了学会的理事会,他经常光复博物馆,认识了两位在那里工作的博物学家,格兰特和维利亚·罗马克·吉利弗雷,吉利弗雷和坚定的支持达尔文对鸟类的兴趣。 这时期达尔文还像一位黑人,学习过尿类标本的制作,格兰特在福斯湾捕获海棉,早台虫,海笔和水手珊瑚在爱丁堡的期盘上发表了不少研究他们的论文,并告诉达尔文如何搜寻他们。 182T年3月和4月,达尔文的笔记中,写满了关于这些爱羊无脊椎动物的观察,新首篇观察记录于维尔兰自然时学会发表。 3月27日,他在土林尼学会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宣布自己发现早台虫的幼虫能够游动,木鱼壳上的黑色物体吃水质则卵。 接下来布朗发表了激进的论文,生充心智和意识,只是大脑活动的副产品,引起了很大争议。 格兰特经常向达尔文表达对拉马克的推崇,认为动物在结构都互相联系,动植物的起源,应能追溯到枣类和水溪。 詹姆森一星期在博物馆给学生上三次实践课,讲解包括矿物在内的各种展示。 达尔文在课上学到了严陈排斥的知识,他经常出入博物馆,浏览和制作鸟类标本。 邓肯的医学课介绍了瑞士食物学家阿古斯丁比拉姆斯德堪多的自然体系。 他强调物种之间的竞争,达尔文对医学的厌恶不断增长,他不断给家里写信询问情况,最终于离开了学校,没有获得学位。 5月他到了伦敦待访卡罗林,之后又与乔塞亚舅舅,移到去了法国巴黎,7月时回到了家乡。 9月1日,狩猎季节开始了,查韩斯开始和威廉莫斯挺欧文家的女儿范妮交往,在梅尔庄园。 他还认识了国会议员詹姆斯·麦金托学学士,他对于职业规划仍然没有什么概念,父亲已经为他选好了去处英国国教会,因此,这期间他也研读了皮尔森主教的信仰说明。 约翰·伯德·萨姆纳牧师的基督教制证,和其他一些宗教著作,10月15日,他被录取了阿基督学院的自费生。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投身于对古典文化的温习之中,1828年一世,才与哥哥结伴奔赴建桥。 学期开始后,在基督学院里没有住处,他只好寄宿。 在悉尼街银河烟草商的家中,他与一些刻苦攻读的人为伍,一开始便已立下了誓言,遵守所有的法律习俗,兼并定于热爱证所大学,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卫他。 那里的高级学家亚当·萨奇飞克是伦敦地质学学会副会长,从事陈继颜的研究。 这个学期中,查尔斯和范尼仍持有书信往来,然而建桥大学的社交活动学分频繁。 到了复活节,范尼在他心中的地位已没那么高了,他培养了听音乐或博物馆的业余爱,还参加了一个叫他吃着俱乐部的团体。 这个团体热衷于将老鹰、路斯、猫头鹰等列瑞萨普还有大量游乐活动,让达尔伦趋制了不少光阴。 搜寻甲虫的浪潮急准了全国,查尔斯与古调兄梅林达尔文夫克斯也加入其中。 他每年都去伍德豪斯和梅尔猎独小动物,并依据拉马克和乔治·萨姆叶尔的著作,鉴别了一些珍惜昆虫。 另外,他还能向一些知名的佛物学家请教,比如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洛和威林修沃尔,暑假的时候,他在家乡及附近搜集甲虫。 6月中旬的时候,并了半个月,斯蒂芬的应该昆虫削途建议好了,达尔文被列入不过者支线名单,早上拜访了福克斯后,他投奔了哥哥伊拉斯摩,二人于十月进出后者定居伦多的计划,听了博明汉音乐节的机场音乐会,之后返回了剑桥。 到了学校以后,他大力补习古典文化,成了亨斯洛教授周五版会的固定成员。 圣诞节是和哥哥一起度过的,他抽空速读了赞妙尔理查森的小说《克拉丽莎》。 斩姆斯·麦金托时告诉他,大脑的功能可以被教育改变,因而并非奸生,不可能被脑袋形状所反映。 达尔文表示赞同,并放弃了对卢相学的信仰。 云丹再次回到学校以后,他投入考前的准备,范妮写给他一封抱怨的信,希望他能回去,可他不为所动。 考试的内容来自普典著作,行约一个威廉帕利的基督教的证据。 在帕利的论述中,存在讲述分明的未来国度的这样一种观念,他参加了考试,虽然考方很严格,但还是得到了通过。 达尔文与恒斯洛教授结成新疆,二人常常一起散步,五月中旬他与其他一些学生前往甘姆林干,博地学母奔地采集栋职务,恒斯洛很快发现他是个可造之才。 夏天,他在芒特庄园与福克斯重逢,询问他应该攻读什么,才能通过上职授语考试。 9月10日他收到伴尼的信件,原来他已与约翰希尔牧师订了婚,三周后他回到了学校,费格尔号之旅,费格尔号的旅程,原来,海军正为罗伯特菲茨罗伊船长寻求一个伙伴,来开展对南美洲海岸的考察。 亨斯洛认为,达尔文就是他们要寻找敌人,他不仅是个年轻绅士,而且也具备基本的博物学素人。 8月30日,这件事传到了罗伯特达尔文医生的耳中,他表示坚决拒绝,几个姐妹也支持父亲。 31日,沮丧的达尔文投奔了乔赛亚舅舅,结果得到了他们全家的支持,4日早晨,他们给达尔文医生送去了回信,心里说博物学非常适合牧师,而且也是见识世界的机会。 这一回,达尔文医生被舒服了,查尔斯匆忙奔赴建桥,然而菲茨罗伊却告知他那个位置,已给了一个朋友。 当他去不了时,达尔文便是第一人选,失望了达尔文于9月一日去了伦敦。 在海军部大龙会见了菲茨罗伊,后者告诉他航行要持续近三年,和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查尔斯就在海军部附近住下,附近闲逛。 9月11日,在菲茨罗伊的带领下去看了他们的船,菲茨罗伊只导达尔文字版必须的物品,一方面劝他节约,另一方面又告诉他必须过60英榜购买枪线,撒尔文一开始不愿意, 但后来还是购买了备枪,手枪,望远镜和指南针,他回见乔辞别了亨斯洛教授,亨斯洛送给他红宝的个人手杂,并推荐达尔文在上查尔斯莱尔的地质血缘里。 9月底的时候,他回到史鲁斯国底,在芝西尔牧师火约,抛弃了范尼,在芒特庄园短暂歇脚后,他于十月二日回到伦多尔,和风景画家奥古斯塔兹尔待在一块儿, 他将为此次航行提供绘画记录,校列全号在第一次航行归来后需要整修,上层甲板被抬高,船底也被加固,因而起航的日期已在延期,10月24日,他本次到达普利茅斯。 等待最后的起航,他和贝斯罗伊、斯托克斯一起住在码头,并认识了船上的一些海军军官,以及校列全号的官方博物学家罗保特曼考密克,他学习了仪表知识,并做了一两次短途抵制考察。 赫斯罗、惠斯利、范尼,都给他寄去了信件。 12月10日,校列全号正式起航,达尔文并不适应,运船的反应十分强烈,放满夜运上风暴,菲茨罗伊被迫下令返航。 达尔文回到海港准备他的航海日记,并学习了数学,西班牙语和德语,阅读博物学书籍,12月21日再次出海,但在退潮时搁浅,半小时候才进入公海。 次日,由于方向改变了返航,形成又一次前期。 12月27日,校列全号才再次起毛,时向外台,出海次日,就有自民船员,因为圣诞结罢的错误受到鞭刑,到达马特拉取岛后。 达尔文,呕吐得很严重,没有上岸。 1月6日他们到达圣克鲁斯,一名官员跑来告知他们需要接受12天检疫,他们没能登陆。 只得继续往南,两天后离开了特内里飞岛,1月16日,校列全号抵达普拉雅,达尔文和菲茨罗伊一起见了佛德角尺岛的葡萄牙总督和美国领事。 菲茨罗伊开始他的测量,达尔文则和马斯特斯,麦考密克一起去远足。 他发现了海平面上榜约30英尺处的岩石中,夹杂的由贝河和珊瑚构成的大壮物。 这表明有些地方发生过陈县过,是来的官员的有力证明。 他们在佛德角一直待到2月7日,16日越过了赤道,达尔文受了瓜连礼,利用油漆,白油擦布后瓜干净,栽暗在注满海水的灾中。 这是新产人必须接受的仪式,一针信封加小叶群号送至巴西,平活在巴伊亚,达尔文于2月28日在萨尔瓦多登陆。 他满步于森林之前,为这里的美景所陶醉,印证了红宝的描写。 他在3月1月的日记写道,没有人能够想得出像巴伊亚古镇那样美丽的景色。 他完全被一片美丽树木所构成的茂密森林拥抱着。 他位在悬崖海岸上,瞳看着宽阔的众生湾中的静静的海水。 它是巴西最美丽的风景之一。 但是,除了经历过的人以外,别人不能领会在这样的花和这样的书间散步时所感到的那种极度困心。 托利党人非子罗伊认为这很合理。 他说此问过一个奴隶主,此人们他的奴隶们是否不满于现状,是否要求自由。 结果奴隶们回答不。 清醒辉格党的达尔文只看不惯,认为应该解放奴隶。 那些奴隶们当着奴隶主,所说的话毫无意义。 船长被激怒了,腹袖而去。 数小时后,非子罗伊向达尔文道了歉,二人可解。 达尔文与非子罗伊在进场时吃了饭,得到了惹罚们的尊重。 年轻人们开始称其为先生。 军官们称,老位亲爱的老哲学家,我们的捕铃人。 3月18日小叶全号再次启毫,沿暗南下,在埋布罗友斯群岛附近凑粮后,于4月5日抵达里约克内陆,家人给他来信。 他得知姐姐夏洛特,嫁给了一辈叫去牧师。 从前的女友范妮,也于3月嫁给了一个有钱人,达尔文回范妮,老感慨哀伤,投入了内陆之旅。 其中一位旅办是奴隶主,虽然他对达尔文很友好, 但准备拆分30个奴隶家庭,将他们拍卖。 这种行为让达尔文又一次一份填膺,4月25日,才来到国塔福哥。 这暗示发现由于海浪,自己的书籍,仪器和枪械,全被泡在水里。 只好花了一天时间来处理,小猎犬号去巴尼亚和查经度去了。 几个星期没有音信,达尔文滞留当地,忙于捕捉猎物,制作标本,晚上则给亨斯洛,福克斯等人写信。 当小猎犬号再次归航,船上转起了新大炮。 包括马泽特斯在内的三名船员然并辞去,迈考尼克也辞职归国。 7月1日,他参加了二战号军舰上的礼拜。 7月5日,小猎犬号离开热带地区继续向南。 7月25日,许杰拉普拉看海湾。 7月1日,达尔文在蒙德维迪亚登陆,他将在远郊搜集的一些甲虫制成标本。 一些寄回家中,最重要的一些寄给了恒斯洛。 9天后,小猎犬号驶里拉普拉塔,以观测海岸。 结果遇到了风暴天气,毛也曾两次折断,他们的船最后驶进了布兰卡港。 飞磁罗伊在那儿结识了布海报的帆船船主哈里森,后者将小猎犬号引到一个安全的平坡处。 达尔文逆流而上,第一次遇见了家乌乔人。 9月是在打猎中度过的,他尝到了每周驼、鲨鱼、自尖书等新奇美味,9月22日起。 在阿尔藏高原的搜索中,他找到了一些庞大的,以灭绝哺乳动物的化石,10月8日又带回一块像鳄虎。 他认为这属于前红济市的地塔,10月19日小猎犬号再次回到蒙德维迪亚,飞磁罗伊准备派三个火地道人和一个英国人上火地道船叫。 当年达尔文就是透过观察包括圣克鲁兹堡在内,隔岛上的香菲亚种,启发他之后提出进化论概念的灵感。 海军开探船小猎犬号,比狗,又以为贝格尔号进行了为期五年1831年到1836年的开探活动。 这期间达尔文将三分之二的时间花在了陆地上。 他仔细地记录了大量地理现象、化石和生物体,并且系统地收集了许多标本。 它们中的许多是科学上的新物种,每隔一段时间,他将这些行形中收集的标本,与记录这些发现的新简纪与建桥大学,很快他就成为了一个富有胜育博物学家。 达尔文的这些详尽的开探记录显现了一个理论开创者的惊人天赋,并成为了他后期作品的理论基础。 他最初为家庭所写的邮寄,后一被格尔号之旅一书出版,详尽的从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描述,欲动结了航行所及的土著于殖民地的风土人情。 航行旅途之中,达尔文饱受疾病痛苦困扰,1833年4月,他在埃根廷患上虫伤,1834年7月,从安地斯山脉返回瓦尔帕莱所的途中,他再次倒下,并在病榻上度过一个月,圣克鲁兹岛加拉巴格上规,是加拉巴格指导当地的特有动物品种。 当年达尔文就是透过观察,包括圣克鲁兹岛在内,隔脚上的香菲亚种,启发他之后提出进化轮概念的灵感。 在他们处罚之前,罗宝克菲茨罗伊就给了达尔文一卷查尔斯,来锁住地质学原理,在南美他得到第二卷,该书将地形地貌解释为漫长历史时间渐进演变的的结果。 当他旅程的第一站抵达正地亚哥佛的角的时候,达尔文注意到该地火山岩峭壁的高处,有一条白色的沉浸层内,有许多裸裸的珊瑚与贝克碎片,这很好地解释了赖尔的理论,并给予了达尔文思考岛与地质史全新的视角,是他决定写一本关于地质学的书。 达尔文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有着更多的发现,他们中的许多是喜趣性的,在巴塔哥尼亚,他看见刺激而上的分布之原石与海贝平原,他们其实是被抬高的海滩。 在经历了致力的地震后,他发现一倍的闯击高高的隔浅在潮汐之上,这显示陆地已经被抬高了,在安地斯山脉的高处,他发现化石树矗立在一片沙滩上,周围分布着海贝片。 在贝格尔号勘探了科哥斯伊林群岛后,他推论这些珊瑚环岛,是形成在下场的火山之上的。 在南北,达尔文发现并挖掘了一些点灭绝的巨型哺乳动物化石,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处于有剧烈天气变化与灾难发生迹象的地质层比,而一个动物的头盖骨在他看上去,竟似乎是非洲犀牛的。 此外,他判断一些动物甲片,来自于该地区一种常见鲠鱼体积,两至三倍大小的史前巨型鲠鱼身上。 但受Bority Seed Wizard的误导,他整而相信是周围发现的道地蓝鼠的遗憾的一部分。 在赖尔的第二本书中,万物的创生被归集为Centers of Creation,而此时思想已经走在时代前方的达尔文对此困惑不解。 上一次被格尔号来火地区打的时候,盖上的三个印第安人,美洲土著人被送回到了故乡,然后当上了传教士。 他们在英国的两年里,受到了英国传统教育,从而进入了使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 然而,他们的亲戚对达尔文来说是没有希望,且对人类是种侮辱的人渣。 一年以后,传校的任务被他们所遗忘。 只有简里巴顿对他们说,他宁愿过以前困难的生活,也不愿意重返英国。 因为这件事,达尔文重新地考虑了人类,他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人类是高等动物,但动物的本性始终没有像他的朋友所说的那样丧事。 而且明白了每个文明的演化都是不一样的,而不是因种族所定。 当他看到欧洲定居者在南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对土著人的暴行后,他便强烈感对奴隶制,也对这些野蛮行为感到悲哀。 每次罗伊船长一直都在显贝格尔号行程的官方日誌,在旅行的尽头,他读了达尔文的日记,然后让他重新修改一遍一遍在自然史上充当第三卷,子女,非联达尔文。 1839年到1914年,安妮达尔文。 1841年到1851年,玛丽达尔文。 玛丽达尔文。 1842年,伊蒂达尔文。 Betty达尔文。 1843年到1927年,乔治达尔文。 George达尔文。 1842年到1912年,伊丽莎白达尔文。 Elizabeth达尔文。 1847年到1926年,法兰西斯达尔文。 Rensis达尔文。 1848年到1925年,李奥纳德达尔文。 Leonard达尔文。 850年到1943年,霍瑞斯达尔文。 Horace达尔文。 851年到1928年,查尔斯华丽达尔文。 Charles Waring达尔文。 1856年到1858年,宗教观点达尔文的家族比较倾向不尊从当时英国国教会。 他的祖父父父亲及兄弟,均为自由思想家。 在此背景下,小时候的达尔文依然先奉圣经,甚至之后在建桥大学修读神学成为牧师,此时他相信依靠以自然界构成的奥妙,而乱政神必定存在的目的论的证明。 后来,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这里中,认识到世界很多不同物种,这些物种的特征与其性。 这目的论的证明,无法解释的,例如有一种护蜂麻痹猫虫,并得起体内产卵,乱变成寄生虫并杀此宿主的行为,认为这抵触了目的论的证明中,自然皆是神善意的彰显的教义。 虽然如此,达尔文仍然会引述圣经作为道德权威,却批判一些旧约中的历史陈述,在达尔文研究物种演化时,物种行为的无情性引申出的社会意义,经常被对国教论者及无神论者施作攻击英国国教会的理论的手段。 达尔文更认为宗教信仰其实是生物族群的生存策略,虽然此时他仍然相信神是最终的自然法则制定者,在1851年,他的女儿安妮逝世后,达尔文的信仰渐渐,并倾向怀疑主义。 这时虽然他仍继续协助进行一些教会事务,但已经不会在星期日圈教会,他倾向相信痛苦是自然法则,多于神的涉猎,当他被问及他的宗教取向时,他指出他从来不是无神论,但不可知论是对他的心思更准确的描述。 达尔文在自传里,亦曾表示,福音书的真确性存疑,他也没有充足证据,相信基督教是神的教义。 1915年在一份《美国报章》第一次发表的作者不祥的文章,《The Lady Hope Story》,作者提出达尔文老年在病态时,在度信奉基督教,却被达尔文的子孙及历史学家否认。 他的女儿表示,达尔文未在信奉基督教,他死前最后一句说话,是对妻子说记着,你一直是一位多么好的太太,纵然如此,很多反性化论者, 今天仍然会用《The Lady Hope Story》。 Key,达尔文死前在信奉基督教的传,出来指出达尔文自己否定了进化论,借此宣传反进化论。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共同学院的故事 E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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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n